哈喽 这就是我家 哦 这是你家啊 这小孩是我表姐了 哦 这房子还是挺豪华的嘛 是吧 有4个房间 140平 哇 这么豪华的房子没有儿子 确实有点可惜啊 你要不要来嘛 我呢 也没有什么要求 也没有什么彩礼车子房子 我家就自己游 你家就自己游 你直接来我家上门就行了 直接来你家上门就行了 然后要听我爸妈的话 那我来你家上门的时候 这房子都是我的 是吧 嗯 哇 那我简直就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你看你柴里又不要 但是你什么都要听我爸妈的 我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能反对他们 知道吧 要听你爸妈的 嗯 你现在要给他们当儿子吗 不会吧 要我听你爸妈的 你看如果我在家娶老婆的话 我都不一定听我爸妈的 你来这里要听你爸妈的呀 对呀 那相当于我嫁过来跟你家的都不好 那就是啊 你现在就属于上门嘛 那我嫁来你家啊 你家 那也可以 要不要拿彩礼给我嫁啊 我家也想要彩礼啊 上门的话 你家都没有什么人了吧 有我哥 我弟都有啊 我家有男孩啊 你家有男孩 你还要彩礼啊 对呀 我要彩礼给我哥 我弟他们结婚也需要用钱啊 我觉得很无疑 不应该是我们女生要彩礼吗 你们男生还有什么彩礼啊 可是我是来你家上门的 我是嫁出来的 是属于这种啊 是吧 给我家有点彩礼 因为我来你家就要听你爸妈的话 又跟你爸妈当做亲生儿子啊 那上门女婿不应该这样子吗 都要听父母的话呀 是不是啊 可是我离开我家了 你看 如果我在家我真的不听我爸妈的 那如果你在家你还娶不上老婆呢 像你家有三个儿子 对不对 然后什么也没有 你看 到时候你连老婆都娶不上了 还要求什么彩礼啊 不一样啊 你别管那个 你别管我娶不娶得上 我现在来你家上门的话就是 啊 就是嫁出来 所以呢 你要给我彩礼 然后车子有吗 有啊 车子有啊 什么车啊 多少钱的车啊 一个奇力的 奇力的 多少钱的 8万 才8万啊 那才太便宜了吧 那有没有存款啊 存款啊 啊 没有 没有 我们家都是赚多少花多少吧 在县城嘛 花钱 开销大 不像在农村 哎 太厉害了吧 那花也太厉害了吧 来你家上门这房子 不让你饿饭就行了啊 那小孩跟我信还是跟你信啊 那小孩肯定要跟我信啊 你来我家上门还 还要跟你信怎么可能嘛 小孩跟你信 那无所谓啊 反正我现在就要赶紧结婚 我是大龄是女了 再不结婚的话 到时候孩子都生不了了 那你现在什么条件都不要 那应该是我提条件啊 你确实不应该要 因为你是找上门的啊 那上门也是叫你来过上好日子啊 谁知道啊 来你家 要车有车 来你家过什么好日子 还要听你家使唤 你家要指挥我啊 是不是 那我们女人家族去不也是听男方父母的话吗 是不是 都一样的 那你说多少彩礼吧 彩礼给我加18万8万 那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算了 嗯 走吧 没必要聊了 不要算啊 我觉得你看来你家 我家条件那么好 你家 你来我家过上好日子 还要什么彩礼 直接走吧你 走 你那我走 我告诉你 你找不到人来你家上门了 那个不一定我家条件那么好 上门不好当 你也找不到老婆像你这种 还要彩礼 上门不好上啊 哎 彩礼都不愿意给他找我上门